對 妳說妳正常 她說妳不正常 我就問 妳正常嗎 好 妳見面美人節 有一個很有深度的問題 要問大家 這不是我的疑問 那誰的 叫她自己來問啊 幹嘛 對 你把愛因斯坦叫進來啊 OK 好 這是愛因斯坦問的 如果世界只剩妳 妳知道世界只剩妳 只剩我 但是這時候 請問妳會不會開門 請選擇 當然好了 A 會 B 不會 會 不會 會 我知道 不是 已經說世界上只剩我了 對啊 就算好了 妳一打開一看 發現是個男的 那妳就會覺得怎麼辦 那之後日子 還要跟這個男的相依為命 她問妳打開來 是沒穿衣服的徐若瑄 妳不開嗎 這要賭耶 那一定是有冤情的徐若瑄 這要賭 這要賭 女生通通都會開門 通通會開門嗎 白天不做虧心事 夜怕不怕 你們都會開門 不要來啦 我以為會開喔 你們為什麼會開門 開門妳要幹嘛 開了有可能就是 比如說 妳媽媽其實突然又活過來了 或什麼 那不恐怖嗎 妳媽這樣來看妳 無所謂 對啊 愛因斯坦只是告訴妳 科學家經常在思考 無用之用的問題 感覺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個問題 可是人類的進步 科學的發達 都是從這種 無用之用的問題開始的 對 有道理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要先從沒用的問題 才衍生有意的問題 對 介紹一下來賓 好 OK 好 來 維銘哥 大家好 好 在全民心運動會表現非常傑出的 徐毛俊 毛俊 我們知名街坊型的Youtuber 華仔 大家好 好 我們的是樂樂 OK 然後呢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愛心 愛心 大家好 維維 好 樂樂好像拍女警系列 對 之前網絡影片 請問一下 你們竟然可以被邀請來今天這個主題 就是你們是可以獨處的人 請問你們 最長的時間可以在家裡 一個人待多久 我們寫版好了 最長的時間 可以在家窩多久 來 請舉牌 14天 你是當疫情嗎 我們是非疫情期間喔 非疫情期間 真的啊 真的 我以為是在家三天 沒出門 7天 14天 14天 14天是被關了嗎 就是 對 對啊 我說不是疫情喔 不是疫情喔 不是疫情啊 我們講的都是三年以前的事情 威玲哥你確認一下 不是被關喔 不是被關 威玲哥 我覺得你那麼年輕的孩子怎麼可能 對啊 而且這個是我大概大學的時候 大四其實你大一到大三課都已經修完 沒什麼課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是自己在家 因為已經到了後期 然後那時候我剛剛錄演藝圈 所以我那時候一開始就有一點 有一點點的人群恐懼症 因為到學校人家會說 那個學長是要走演藝圈的 然後他會在背後 有希望的 對 他會在背後討論你 就是好的也講不好的也講 不好的也講 不好的會講什麼 就我戴個口罩他們就以為說 自以為大明星 以為對啊 怕人家認不出來 故意裝低調 像玩樂對不對 我最那個是在我們外語學院 那個路上走的時候 他說金馬獎 金馬獎來了 就是 我不認識的人 金馬獎什麼意思 就求你 就求我說我在走金馬獎 所以就關了14天 你都在幹嘛 我就是上網 然後看電影 跟自己那時候有一個 那應該是你人生當中 身體最虛的一段時間 也還好耶 為什麼 男生能有什麼好事 對啊 那有一點難習慣 這個是我之前有一段時間爆肥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變太胖了 所以工作非常的少 然後存款也相對 就只剩下五位數 所以我那時候心態就是 不出門就不花錢 對 都待在家自己人 你變胖的時候變多胖 69公斤 69公斤還行 你現在大概多20公斤 還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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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這誰 這誰 這是誰 我真的有點不好 那個腿已經變成蜜大腿了耶 不只蜜大腿了吧 那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那個時候因為 就是生病 然後帶狀炮疹 自己壓力大反而更受不下來 其實我很喜歡獨處 但是我沒有一定要 摔家 對 我就是可以自己去吃東西 自己去買東西 自己去做任何事情 自己出火 樂樂也是14天嗎 對 其實剛剛狀況很像 都是在大學的時候發生的 瘋狂的就是打線上遊戲 你知道線上遊戲練等這種事情 就是不眠不休的 廢勤忘食 我第一次有這種獨處的感覺的時候 是在演藝圈就 你本來是跟一個電視台簽約 有四五個節目 所以綁在那個電視台 然後突然合約到 你沒有人再續約 然後一下下來 通告也不會記得找你 因為過去你都是主持 所以通告暫時不會找你 那個閒到你每天早上起來 最常跟自己說的話就是 現在怎麼辦 不是 不是沒錢 不是沒吃 而是你突然沒有工作 你不知道該幹嘛 當你沒事待在家的時候 美人姐 我發現我在你家裡會做的事情 都不做了 也不去碰車 也不碰模型 甚至連電視什麼都不看 你就是每天就是抽煙 然後喝咖啡就在客廳 就這樣 沒別的喔 你就光發呆 可以發幾個小時喔 而且那個發呆的時間 還不是完全發呆 你就一直覺得 因為你們都是可以自己 獨自過日子的人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用你們的這個 特性 來問你們的問題 請問你會喜歡一個人 去吃Buffet 吃到飽 你覺得正常嗎 一個人喔 這樣正常嗎 來 正常還是不正常 請舉牌 正常 通通都正常 Buffet 好淒涼 一個人吃Buffet 而且Buffet才厲害 比如說我們這些人 一起去吃Buffet 美人姐 你是不是要一個人端著盤 自己去弄東西 對啊 所以一樣意思 Buffet是一個人去最不尷尬的 你去端的時候不尷尬 對 尷尬是你端回來的時候 你一個人 然後你又搞得 跟一座小山一樣 不會 旁邊是一群大學生 那個大食怪 他是餓食鬼喔 憲林哥你沒經驗了吧 一個人吃Buffet的時候 一定不能只擺一個人的座位 那個座位都把它擺好 反正你吃完盤就擺那 吃完盤就擺 放空碗這樣 讓那個桌子覺得 這是四個人的座 所以就算我一個人 坐在那邊的時候 人家只會覺得說 另外三個人去拿菜了 對 所以我吃完這盤換那盤 吃完這盤換那盤 對 而且一個人 還有一個好處是 紅金沒有了 這座還有 還有這個座 對 對 應該這樣講啊 美人姐應該三十年沒有去過 Buffet這種地方了 真的假的 因為一般Buffet的食材 比較醜秀 你看他的氣質 他會去吃 醜秀的東西嗎 不會 不會 美人姐現在有的飯店很棒的 Buffet很好 很多飯店早餐都是Buffet啊 對啊 對不對 可是我 但是你一定已經很久忘了 拿個盤子去裝東西的感覺了 而且美人姐你這麼正 就是我們兩個去度假 也是我幫你專菜啊 對不對 合理 也是 那我們出發吧 艾希覺得也是正常 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除了就是很自在之外 其實有時候我們 蠻難約朋友的 因為我們的時間 跟一般朋友可能時間都對不上 你可以約我 我很閒啊 等到我想吃然後約到的時候 我很忙 但是你約我 我很會去啦 對啊 好 那你吃Buffet嗎 一定的啊 好 幸福不是吃什麼 幸福是跟誰吃 真的 好啊 來 繼續講你的故事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像我前陣子很想去吃 某酒店的自助餐 然後可是我就發現 要約到一個人的時候 我那個信頭都已經過了 我想立刻吃到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去附近辦事情的時候 我就直接走過去 然後就問說 我一個人現在可以吃嗎 他們就說一個人有 而且一個人很好排位置 對 你就直接進去 然後就直接吃了 而且也不用在乎說 朋友還要聊天或幹嘛的 其實你當你很想吃 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就想專心吃 對 而且不會有人管你吃什麼 對 這超重要的 你平常去跟別人一起吃 他會說 你這樣子吃生魚片不太好吧 你跟他配點湯啊 對不對 你這樣飯也吃太多了吧 就覺得我吃的東西 為什麼要很廣言 我也是去吃Buffet 我就先拿蛋糕 我就愛吃蛋糕 他說你白癡啊 你先拿蛋糕 你這樣怎麼裝得像 那些東西都有費錢 對 你好不好笑啊 為什麼 一定會有朋友說 對 好激動喔 我是覺得 這個讓我有壓力 我其實完全不在意 旁邊的人眼光 我也不會覺得說 我要放兩個人或什麼 我就是一個人來吃飯 從小到大我是不一個人吃飯的 如果我真的 揪不到人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 我就寧可 在家裡面自己泡麵 喔 這樣不可能 因為我覺得 那個四面八方 異樣的眼光 會把我淹沒 你可以去沒人的地方啊 不會 沒人的地方 挺不要說咧 去墳墓 沒有啊 你可以到不要 吃腳尾飯 吃腳尾飯還不錯 吃外飯 怕是吃蠟燭 那是因為你有朋友 像我們朋友 都是結婚生小孩大部分 對 那他們平常都是在家 比較難約 如果我要因為這樣 就不能去吃 我今天想吃的東西 那我真的浪費非常多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是誰不正常呢 喜歡一個人去吃Buffet 吃到飽正常嗎 A 正常 B 不正常 我就問你正常嗎節目 特地於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 是怎麼說的 一個人去吃Buffet 吃到飽正常嗎 那當然不正常啊 怎麼會正常 那邊就是一個 歡樂的場合 通常去吃Buffet 旁邊都馬是 家人 朋友聚餐 甚至是情侶 那你自己一個人坐在那邊 站在一個這麼大的位置 真的很尷尬耶 這題的答案呢 我會選B 不正常 因為我覺得去吃Buffet 通常就是會想要把 每一道菜 每一道食物都要吃過 所以呢我覺得 可能兩三個人一起去 然後呢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然後一起去分享 去評論說 這一家餐廳的哪一道好吃 哪一道好吃 哪一道好吃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去吃的話 可能會有點浪費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8%的KOL 投給A 正常 而有72%的KOL 投票給的B 不正常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搞了半天 選正常的人才是不正常 請 請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這樣好突然喔 好冷 我跟你講 你一個人卻有一個麻煩 就是萬一他人多會 你被要求併桌很討厭 所以他擺四盤是對的 對啊 我都通平 沒有啊 你去高級的地方 他哪敢會叫你併桌啊 對不起 失禁 失禁 因為我們 民窮牽制我們的想像 你又沒有去過高級的失禁 那 我們馬上進入失禁失禁 那我懂了 我懂了 溫哥一直 你就擺四份對不對 當然 如果在高級的地方 人家可能會問你說 先生 請問您幾位 四位你沒看到嗎 他以為有靈異事件 你知道嗎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